Hello 大家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我想做非常久的底妆测评视频 然后今天呢准备给大家测评两款持妆类型的粉底液 一款是蓝蔻的这个持妆粉底液 还有一个是亚诗兰黛的这个DW粉底液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对化妆品的兴趣真的不是特别大 平时买的也挺少的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买底妆类的产品 因为我一直觉得整个妆容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底妆了 所以呢今天就准备给大家测评这两款夏季热门粉底 然后都是持妆类型的 因为已经到夏天了嘛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吧 左边脸呢就用这款亚诗兰黛的DW粉底 也就是两边脸各上一种粉底 我的颜色是EC0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白的颜色了吧 这个瓶口我真的是不是很喜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有很多粉底都在这边 就很脏了已经就是这个瓶口的地方 它就是这种长口的设计 我觉得你就很容易倒太多 有脏东西进去 所以这点我不很喜欢 然后两边呢都用我最喜欢的一个上妆方式 就是打湿的海绵蛋来上妆 就在这里 那我现在呢就先上左边这半张脸 这款粉底应该算是我的所有粉底里面 遮瑕力度最好的了 但也因为它遮瑕力度有点好吧 所以出来的妆感会有点重 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在夏天用特别厚重的粉底 我觉得会太闷有点不舒服 1,2,3 1,2,3 因为这一款是比较适合油皮 所以如果我没有做好打底啊之类的 鼻翼啊或者嘴角这边就很容易砍粉跟起皮 现在都有一点点轻微的浮粉了 左边呢就上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区别还挺大的 右边呢就准备用我的近期质爱兰科的这款持妆粉底 然后我的色号呢是PO01 这款呢它的流动性就会比那个牙齿兰黛的DW高很多 不容易咔粉起皮 然后持久力真的很不错 这次不是去上海杭州吗 那边都特别热的 我带了这个还有其他两款气垫 完全鸟杀那两个气垫 我当时去迪士尼那天就用的这个 从早上7点然后到晚上回酒店看完烟花 9点多的样子维持的妆效都还挺不错的 那我现在呢就把它上在右半张脸上 我刚刚还去找了一个夹子 把头发比得上更好上妆一点 这款呢它的遮瑕力度没有DW那么强 但真的完全足够了 我的一些痘印啊然后黑眼圈 还有一些泛红的地方 基本上都可以做得住 这款呢它的妆效就是比较轻盈一点的 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吧 因为夏天很热 这种轻盈的妆效就会让皮肤没有负担 我们下渠出来 على aqu peril的检асс 给大家凑近看一下兰蔻这边的妆效 真的完全特别补贴 就鼻翼还有嘴角这边完全没有卡粉 然后浮粉之类的状况也没有起皮 而且我这个地方有很多闭口 就是这边眉毛也非常服贴 没有浮粉雅山 在这边不知道大家看看清楚 已经有一点浮粉然后起皮的状况了 眼下呢我觉得也是兰蔻的这种处理出来的妆效 会更好一点 我自己真的特别特别满意 那我现在呢就去化一个全妆 我们就等会再见了 哈喽大家 我现在化好妆了 然后准备出门了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点多了 我还没有吃午饭 我又在家里磨蹭了半天 每次都是这样子 现在呢我没有上 这次我没有上那个定妆之类的产品 就是说跟大家更真实的反馈一下 我的底妆状况吧 然后现在就妆效而言 兰蔻这边会更好看一点 因为它的妆感会更轻盈 然后雅士兰家这边可能妆感会有一点重吧 我现在呢就准备出门了 今天程度又是30多度的天气 就特别热 程度的天就是那种很闷热又很潮湿的 所以其实要找到一个适合夏天的底妆还蛮难的 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出门啦 我们就等会儿再见了 然后我会跟大家实时更新我的底妆状况 我们就等会儿再见了各位 拜拜 我现在到面馆了 然后就在那个清华坊这边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来拍视频 还是有一点尴尬的 就是这家叫洗面 哈喽大家 我现在到佳洛福了 刚从那个面馆走过来的 走了20分钟热死我了 脸都出汗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底妆状况吧 这边是那个亚细兰袋的 然后稍微有一点脱妆了 然后有一点浮粉 下巴这里开始起皮了 然后这边还是蓝扣的 就还挺服贴的 满意 我今天来加勒福 就是为了买这个东西的我还害怕没有 然后这个是我当时看破产姐妹里还是什么 好像是这个牌子吧 因为我很想做松饼 所以就想买这个 好期待 大家都会去试一下 让我try一 try 我现在来买奶油 准备买安家的这个 因为我觉得安家的黄油特别好吃 就是放在烤吐司上 所以就准备拿这个 然后又有点纠结 要不要买多美鲜的这种喷的 觉得好像要方便一点 哈喽大家 亲爱的我现在到家了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五点了 离我刚上完妆 已经有六个小时了 现在给大家拉近看一下 我现在的一个底妆状况 我觉得这个天出门 真的是找最瘦 我现在已经全身都是汗了 衣服都湿了的感觉 这边呢就是雅试兰带的 然后给大家拉近看一下 鼻翼之类的 然后鼻翼这个地方有点拖 然后下巴也有点拖 这个地方都是我刚拿着瞎补一下 不然我的痘印全部都在外面 其他的就还不错 这边呢就是兰扣的 我就一直都没有补过 鼻翼嘴角完全都 非常的服贴 都没有怎么脱过妆 然后光泽感也非常不错 就觉得你的皮肤很细腻 推荐给大家 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去做我的松饼了 我们就等会儿再见了各位 每个人都不重要的 每个人都不重要的 觉得离成功越来越近了呢 应该就是这个颜色的 刚刚那个好奇怪啊 要翻呢 还是等一会儿再翻 结果松饼二号 奶油喷得太重了 但味道还挺不错的 你看好期待呀 我们家没有那种蜂蜜啊 之类的东西了 下次做之前买上 快拿起一个完美的花 哈喽大家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七点半了 但成都的天还没有暗 因为真的到夏天了 今天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热 我现在真的全身都是很特别闷 今天一天下来 其实我觉得这两款就持妆力而言真的是无敌了 就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粉底液 在夏天我又没有补妆又没有定妆 还可以维持这样的妆效 真的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但我自己还是更喜欢兰蔻这边的妆效 因为兰蔻这边的妆效呢 它就会更加自然然后轻盈 其实我觉得在夏天做到这样的妆效还挺难的 而且还有这么强的持久力 所以真的还挺难的 然后亚时兰黛这边它的遮瑕力度就很强 所以呢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或镜头里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会显得你的妆比较厚重 然后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点浮粉 对我来说不做好保湿打底工作 就会很容易卡粉起皮啊之类的 那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次视频吧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